因為你早上起床的時候 眼睛很乾 然後你如果戴眼睛 他有眼睛 因為他有度數 我其實有近視 對 如果 因為其實小CALL 他的五官是比較小巧精緻的 像這種沒有鼻架的 就是他只有直接是 這個鏡框上面的這種鏡架 對一般比較小巧五官的女生而言 你一直滑動 所以最好是買 它上面有一塊小金屬的鼻架 就是那一邊 對 很嚴重 很嚴重 結果越來越嚴重了 怎麼辦 好 我們以前教過大家就是說 因為今天要講的是讓它快速 以前教過大家正確的遮黑眼圈 一定要先用偏橘色調的 這種液狀的透明度高的產品 去中和黑眼圈跟膚色的色差 然後再用遮瑕力好的遮瑕膏 這樣子你就可以 很快速的遮瑕又不會太厚重 這是標準的方法 但是因為今天要讓它可以快速出門 對 快速 所以一般 再怎麼忙你也會擦保養品 對不對 會 一定會 好 所以我現在先 假裝它早上要出門 把保養品擦上去 我們把保養品擦上去之後 這一個遮瑕膏 我們錄影的時候 還沒有賣 最新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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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兩個老師其實是在畫什麼 對啊 是眼淚賣不到的 眼淚賣不到的 它一共有九個不同的顏色 這麼多 它是一個全功能的遮瑕膏 然後它這一罐全效的遮瑕膏 是從黑眼圈斑點 整張臉都可以用的 所以如果你是需要 就是遮瑕度比較好的底妝產品 你可以先用完自己的 全臉的底妝之後 再用它薄薄的上一層 對 好 不好意思 好 老師 而且我發現 我現在不是只有這個黑眼圈 你看連那個斑點都出來了 對 好 然後我建議大家就是 挑選的顏色 越接近自己的膚色越好 我現在用的是比較Honey的顏色 因為 小Call並不是真的很白皙 比較Honey的顏色 然後我會搭配這一支筆刷 這支筆刷 它是專門針對眼睛周圍 遮瑕的筆刷 我剛才上完了保良品之後 你們都可以直接用手嗎 因為刷子都是你們這種 專業的人會用 我們自己用都會 不是 我還是建議 因為它是一瓶膏狀的 它不是擠出來的 它會髒 會髒 你的手的細菌會重複沾到裡面 如果說你想要用手的話 我建議你用棒子挖出來 放在手背上面再去沾 不要直接用手沾 好不好 好 你看 我就把這個刷子 你看 用點上去 你這樣好好用 對 畫圈圈 然後把它延展到 我的斑點的地方 好了 好了 這樣就可以起來了 出門了 對 然後如果說你發現自己 可能還有一些地方 想要夾 對 我再輕點 你看 我就這樣子推開來轉 好壞 好壞 氣色變得好好 對 而且這樣子做完 因為早上你上完保養品之後 皮膚的潤度在 對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 你在上 對 上遮瑕膏的時候太乾了 如果你不想讓人家覺得 你有化妝 就這樣出門 真的 這樣護眼 對 然後眼鏡戴上去 即使你要戴眼鏡 也是可以對不對 即使要戴眼鏡 我也建議你 其實要把黑眼圈遮一下 有耶 因為精神度看起來 也會比較好 會不一樣的 就算戴眼鏡 你也不能忘了這盆眼圈 只要選擇高智俠力的產品 把黑眼圈和斑點都遮掉 就能擁有美麗好氣色